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昨天在并论会上被问到国际关系 他提到去年中广就邀请过泰勒斯来台湾 但后来又说台湾有地缘政治风险而取消 但是这一番话马上遭到文化部打脸所言不实 也引来绿营反批 这跟社会实在是太脱节了 赵绍康今天再爆料 泰勒斯的团队当时是以有战争风险为理由而拒绝 强调自己都是有对话证据的 再唱文化部乱说话 元旦的副总统辩论会上被问到国际关系 国民党赵绍康公开去年中广 邀请美国歌坛巨星泰勒斯来台开唱 却被玩具的过程 他本来要来了 后来他决定不来了 那时候已经跟大巨蛋在接洽了 他说台湾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没想到马上引来文化部博制所言不实 绿营更反批 大家都知道去年各国天团 像是Blackpink 西城南海等等 都有来台开唱 赵绍康的言论证明他明显跟社会脱节 这一点其实我们就看到赵绍康的水准 就是他邀请不来 就扯到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不要时常用他自己的平行宇宙 自己的平行世界 在评论台湾社会的状态 我想他跟台湾社会已经脱节非常非常久了 面对质疑赵绍康在拿出去年接洽 泰勒斯团队时拿到的行程表 不仅还原沟通过程还在加码爆料 对方当下的用词并非顾虑地缘政治 而是担心战争风险 如果要看我手机上都有这个来往的记录 所以文化部不要乱讲了 少讲话 常着一点比较好 开会搞了半天就说不行 所以因为台湾有战争风向 毕竟赵绍康已经把话说在前头了 台北市长讲完安被问到泰勒斯 到底会不会来台北开场 没把话说死 只表示还在努力洽谈中 投票日倒数 演唱会也意外成为选战工访议题 这张黎明州台北采访报导 这张黎明州台北采访报导